Hello, everyone, nice to see you again, today we are going to learn lesson 6,今天我们学习第六课,在今天的上课之前呢,我们来学习明确一下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在本节课的学习内容中,我们会重点复习和学习这几个单词,city,street,road, 其次呢,我们还要继续深入的巩固复习,将进行自我介绍的一些功能交际的用语,比如介绍自己的姓名,what's your name,和my name is,还有询问对方住在哪里,回答自己所居住的地点,where do you live,I live on,最后呢,我们会通过一个很有趣的对话,交朋友的一个对话, 进一步的熟悉如何认识新朋友,并且表达自己的喜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重点和难点,在今天这节课中呢,我们会着重的复习一下本单元,整个单元所学到的个人信息介绍的一些句子,what's your name,my name is,where do you live,I live at,等等, 此外呢,我们还要学习三个重点的单词,第三个单词是city,street,和road,好了,下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英语学习,首先展示给大家的是verse,单词,这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啊,我们要学的单词就是city,城市,城市, 那么我们住在城市里就应该是,I live in the city,用这词in,好,这是一个框框的马路啊,马路道路,road,road,比如我住在上海路,I live on Shanghai road, 好,这个呢,是一个街道,街道呢,相对来说两边呢,会有比较高高的建筑,然后呢,街道也稍微会窄一些,street,street,比如我住在淮海路啊,淮海大街,I live on 淮海 street,好,ok,now let's read the words again,下面呢,我们把这些单词们再看一下,city,道路啊, 城市,city,城市,road,road,道路,street,street,街道,ok,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节,啊,这个整个单元我们说到的缩写,之前我们说过的缩写有,I am,缩写成I am,比如,I am Bob,我们可以直接说,I am Bob, 那么,在今天的这节课中,我们说到的写一写,会出现的缩写形式是,what is,what is your name,你的名字是什么,这个what is,这两个单词可以直接缩写成,what's,what's, 所以我们问对方名字,我们可以直接说,what's your name,what's your name,好,大家注意,缩写的形式也是一样的,将,is去掉,换成一个小撇,啊,what's,它就等于,what is,what is your name,what's your name, 同学们,你们记住了如何缩写了吗,ok,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有趣的对话,今天的有趣对话,是要让我们介绍一些新朋友的,啊,我们看一下这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Hello,Mickey,this is my new friend,Green,hi,please to meet you,好,我们来看看这是怎么回事,今天啊,小猫介绍给小猴子一位新朋友,这位新朋友是一只漂亮的大鸟,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位新朋友的名字叫Green, 那么他们相互打招呼了,见到你很开心,pleased to meet you,啊,pleased to meet you,好,那他们既然已经认识了,知道了,啊,对方叫什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小猴子就问他了,where are you from,你来自哪里呀,我们看一下这位大鸟啊,它怎么回答的, I'm from 黑龙江,China,我来自中国,黑龙江,黑龙江是中国的一个省,啊,黑龙江省,I'm from 黑龙江,China,好,我们知道了,这位新朋友啊,他的名字是Green,也知道他来自中国的黑龙江,下面我们继续看一下,嗯,我们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大鸟又把他自己的另外一个朋友介绍给了我们的小猫咪咪,啊,我们看他怎么说的,咪咪,this is my new friend,Big Bird,啊,又来一只大鸟,这只大鸟叫做Big Bird,那么这个Big Bird和咪咪也认识了,成为了朋友,他们的打招呼,问候也是用的,啊, Please to meet you,见到你很开心,很高兴,Mimi,this is my new friend,Big Bird, Mimi,这是我的新朋友,大鸟, Hello,Big Bird, pleased to meet you,hi, pleased to meet you,好,我们现在一次就认识了两个朋友,两只很漂亮的大鸟,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大鸟,它是来自哪里的呢?刚刚我们认识的第一位朋友,啊,那只大鸟是来自中国的黑龙江,这个新来的Big Bird,这个大鸟,来自哪里呢? Mimi问了,Where do you come from?你来自哪里啊? 他回答,I come from Australia,我来自澳大利亚 Do you like fish?你喜欢吃鱼吗? Yes,I like fish very much 是的,我很喜欢鱼 我们可以看到这只鸟,啊,是来自中国的黑龙江 它叫Cream 这只在水里正在抓鱼的鸟,它是Big Bird 它来自澳大利亚,它非常喜欢吃鱼 Where do you come from? I come from Australia Do you like fish? Yes, I like fish very much 好,下面我们来继续 我们刚刚认识了两位朋友,啊,两只大鸟 那么我们看到天空中又飞来一只鸟 它是谁呢?我们看看它的介绍 Hello, friends, I'm a sea bird I come from New Zealand 新来的这位新朋友,它也进行了介绍 它说,I'm a sea bird 我是海鸟 I come from New Zealand 我来自新西兰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只海鸟的翅膀和身子是黑色的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知道了有三只鸟 还有小猫咪咪,还有小猴子Mickey 那这个五个人,这五个都是朋友了 他们已经成为了好朋友 那我们看看他们要干什么呢 We are good friends Let's have fish together 小猫咪咪提出了一个很好的建议 他说,现在我们都成为好朋友了 那就让我们一起吃鱼吧 We are good friends Good friends,好朋友 Let's have fish together 让我们一起吃鱼吧 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些朋友中 这些小猫和大鸟都能吃鱼 而谁不吃鱼呢 对了,是小猴子 你看到小猴子的表情了吗 他很尴尬 他说,Oh no, I don't like fish 我不喜欢鱼 好了,通过刚刚的那个对话 很有趣的小故事 我们认识了大鸟 三只大鸟 它们都是分别来自哪里的 你还记得吗 有Coreen,它来自黑龙江 还有Big Bird,它来自Australia 还有一只叫做Seabird 海鸟,它来自New Zealand 好,在今天的这节课临结束之前呢 我们还要把我们之前所讲过的 说过的这些句子 再从头的进行一个归纳和总结 好,我们学过了这些词 这些句子 还有一些缩写 比如 I am 缩写成am What is 缩写成what 那么我们在这个单元还学习了很多的表示 不同国家的一些名称 一些单词 比如 Britain Australia New Zealand Bronk Germany Russia 还有我们表示的一些街道的一些名称 城市街道 和道路 City 城市 Road 道路 Street 街道 那么除了刚才那些词汇之外呢 我们还学习了很多介绍自己的一些信息的 一些问答 一些句子 比如介绍自己 I come from Britain I'm Bob I'm eleven Where do you come from? Where are you from? 还有我们这节课中复习到的 你住在哪里 Where do you live? 等等 好了 这节课的内容 我们都刚刚进行了一下回顾 和复习 还有练习 我们再进行一下检测 看看你是不是都把他们掌握了 第一题 Where do you live? 你住在哪里? I live 46th 武汉 路 武汉路 46号 这道题考的就是我们这个单元表达地点位置的介词搭配 我们学过 I live in I live on 和I live at 这三个介词是有区别的 我们看到它说的是武汉路46号 是具体到了街道的门牌号 是具体的地址 当然应该是选择at 好我们看第二题 在今天的对话中我们还出现了 please to meet you 见到你很开心 和我们以前学过的 nice to meet you 表达的含义是一样的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 nice to meet you I come from China 我来自中国 这句话的表达我们还可以用第二种形式 就是 I'm from China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知道 不同的句子 但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 看第三题 根据句子完成肯定和否定的答语 在今天的有趣的对话中 我们说到了 你喜欢鱼吗 do you like fish 那么大鸟先生是这样回答的 yes I like fish very much 我非常喜欢 他用yes表示肯定 那如果是否定的话就是 no I don't 这道题考达家的就是一般疑问句的答语 do you like fruit and vegetables 你喜欢水果和蔬菜吗 如果是肯定的回答就用yes 如果用否定的回答就要用no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是 yes I do 是的我喜欢 no I don't 不我不喜欢 好 在结束课之前 我们把今天的内容进行一下 总结 这是在询问对方的姓名 即回答 please to meet you 见到你很高兴 他和我们以前学过的 nice to meet you 意思是一样的 where do you live I live on in at 你住在哪里 根据回答的不同 而用不同的借词 如果是大地点 我们用 I live in 如果是街道 I live on 如果是具体的门牌号 详细地址是 I live at do you like 你喜欢什么什么东西吗 如果是肯定的回答 就是yes I do I like it very much 我很喜欢 如果是不喜欢 就用否定的回答 no I don't ok so much for today see you next time bye